香港六四纪念馆即将开幕 极具象征异议的民主女神相副制品 周五正式入驻纪念馆 成为港民抵制中共施压 捍卫民主自由的定义转现 1989年六四民运期间 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像 现在由六位艺术系毕业生和在校生 用了14天的时间仿造出来 将永远树立在香港六四纪念馆 海外皆知中共六四屠杀学生镇压民主 但在大陆的中国人 因中共刻意扭曲事实 编造谎言 对六四真相不明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 在大陆 中国人完全被洗脑 并且被禁止记住或了解六四发生了什么 李卓人还表示 六四永久纪念馆的建立 是要让中国人了解并记住 中共为了维持政权 甚至能枪杀自己的人民 二十四年前发生 的六四事件 仍是中国大陆的禁忌 中共封锁一切消息 而在香港 民众每年都举办数十万人的 大型六四悼念活动 并要求中共平反六四 香港六四纪念馆 定于4月26日开幕 出陈列六四图片 还有六四天安门惨案的 编年文件资料 新唐人记者唐梅综合报道 近期间的优优独合道 还有美国人的创作